現在很多事情都好像在倒退 法治倒退, 執法程度倒退 究竟如果香港還不斷想做創科的話 其實這些現象一定不可以出現 我們一開始已經跟政府那邊說 委員會有些成員已經跟他說 其實市民是很關注一些收集私隱的器材 包括高清攝錄機 也包括一些藍牙的掃描器 就算這些高清的影像、相片變成低清之後 原本原生的影像去了哪裡呢? 是否會不儲存呢? 還是其實都扔了回去呢? 那支智慧登柱 他自己不做人面識別而已 影片扔了回去後面 會不會照做人面識別呢? 這些疑惑是你都想到怎樣解都解不清的 東口龍遊行 登柱有一支被人拉了下來 找到一支藍牙的裝置 而那間公司剛好又不知為何 那個網陣又連到那個天網公司 就算你說很巧合 我想都沒人相信 市民和警方、執法機關的傷害度很低 再加上香港政府經常用緊急法 去做任何的決定 所以就算那些政府部門覺得 良好意願覺得這些事情 其實是不會拿來做其他事情的 但實際上當政府說 我現在要用 那是否會這樣呢? 這支援城市 當然現在就很難免會拖後了 但我經常都會說 如果你要我選擇城市要進步 還是要去犧牲市民的私隱 我一定會選擇犧牲科技行先 我一定要保障市民私隱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是香港私隱大過天 人年本來是哪裡來的呢? 譬如說你現在 其實內地都有 內地身份證都會影響的 香港身份證都會影響 其實那個樣子就用來對比 拿了這些影片或印象之後 就對比這個樣子 我相信現在就已經開始看 除了面容的變化之外 其實有些是在看身形 怎麼走已經認到 即是它是認過肢體的動作 即是說我投影不到 沒關係 但原來每個人 有一個特定的動作行路 當然如果你有些不同的動作 也代表到一些不同的 即是等於你去上法庭 你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是準備要襲擊人的 其實電腦現在都能分析到 所以那個進境是越來越厲害的 代地也有些人說 因為太多監控鏡頭 於是乎就戴席不知什麼帽子 然後就要化過什麼裝 就令到那個電腦本身去計算 譬如剛才說的眼距鼻距 鼻和嘴的距離 面有多闊 這些可能會 擾亂它那個做法 但我覺得其實到最後 你擾亂到電腦 如果真的有人看的話 假設如果我看到那裏有問題 我用人眼看 可能就擾亂不到 現在很多東西都好像倒退 法治倒退 執法程度倒退 究竟如果香港還不斷想做創科的話 其實這些現象一定不可以出現 因為其實很多外國的公司都在看 究竟我還會不會在香港做創科 我為什麼要在這裏投資 你法治都向後吞 政府要開始要想 究竟會不會還是繼續跟市民對抗 要覺得市民全部是壞人 要使我們見人就抓 其實不只是科技 我經常都說 科技都是中立 都是無辜的 其實聚在那些用的人